妈妈推着娃娃车 前面一个身上也一个走在马路旁 没想到下一秒意外从背后窜出来 机车瞬间打滑连人带车往前摔 将母子三人通通撞倒 撞击力道猛烈娃娃车往后翻 宝宝到头栽 幸好有绑安全带没摔出来 但妈妈倒在地上 第一时间双手抱住胸前的孩子 就怕抱背受了伤 一旁店家立刻上前查看伤势 母子三人饱受惊吓 幸好只有轻微擦伤 而这一撞撞出长久的人孔盖问题 即使在没有刹车的状态下 都很有可能会打滑 那紧急刹车更不可能可以刹得住 罪魁祸首就是他 马路上凸起的台电人孔盖 上头纹路已经被磨平 从制高点来看 光是这个小小路口就有八个人孔盖 骑士念过打滑摔倒车祸平平 但不光是台电 还有电信公司和水公司 算一算一共八个人孔盖 成了马路上的隐形杀手 这回骑士摔车连带母子三人被波及 幸好都只受到轻伤 台电公司允诺一周内全数换星 避免意外再次上演 解王毅超台中报道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